白色轿车急忙刹车往路边停靠 但后面黑车却丝毫没有减速 三台车当场撞成一团 这时车阳乘客拿起棍棒下车 才正要攻击 对方却突然丢来好几张板凳 吓得他们躲在车门旁 不敢靠近 黑色轿车车头几乎全毁 不仅挡风玻璃 碎成蜘蛛网状 引擎干眼扭曲变形 上面还插着十大武器之手 板凳在里面 事发在台北市内湖 现场还遗留烤肉架 才知道是中秋烤肉趴 却突然开打 当下黑车这方四个人分头逃跑 其中两人因为撞到头晕 自己前往台北市一间医院检查伤事 警方经过一天追查 把四人通通带到 发现其中一人有帮派助记 调查撞到人的高薪驾驶 开车技术如此之烂 才发现他根本没有烤过驾照 但另一边早就被逮的烤肉趴 这几人也不好惹 平时似乎和另外一个帮派 常有来往 不过警方表示 他们目前并没有帮派助记 这出店家据点 警方也强调与帮派无关 调业监视影像 厘清涉案车辆 并以车罪人 逐一掌握犯险身份 奇怪的是撞人这方 当天通通是开租赁车 突然害人发生碰撞 真的是单纯意外吗 还是早就有预谋 显然有人没说实话 TVB的宣众文化 里面关于Tableto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